欣欣 你很棒 我們不一定要像色香好不好 我跟他精神喊話一下 你就算自己有自己獨特的香氣 你還是很棒的葡萄 哈囉 大家好 我跟你們講 超久不見的綠屋子葡萄 今天補貨到了 耶 好開心喔 為什麼呢 因為前兩天還有一個果粉 跑來門市然後跟我說 小編 你們都不進葡萄 是不是真的沒有葡萄了 我跟他說不是沒有葡萄 其實講真的 每天都有葡萄 有多或少而已 那我們沒有進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葡萄實在是變得太貴了 我一直跟你們講 從上上個禮拜開櫃開始 瘋狂漲價是真的 一直漲價一直漲價 所以我們就在等 等什麼呢 等現在這種時候 我們覺得可以入手了 值得推薦你們的品質優惠 等等等等條件都到了 我們就會幫你們搶一組下來 然後在這個時候 推薦給你們就是今天好不好 那今天的品種厲害囉 厲害囉 我沒有賣過喔 今天是蝦金十八 然後凱莉的綠五子葡萄 我上網稍微搜尋了一下 它這組葡萄呢 它是加州葡萄的晚生品種 然後它號稱自己有一絲絲 些微的色香葡萄的香氣 聽到這邊我覺得它很厲害 有沒有 我跟你們講 我跟你們要期待 所以我現在要立刻開箱來試吃 告訴你們它到底有沒有色香葡萄的香氣 那我們今天開團各位 剛剛跟你們講了嘛 一袋一千克特價只要299 剛剛前面有講嗎 我忘記了 我忘記前面有沒有講 總之 今天開團的規格 一袋一千克特價只要299 非常的實在 非常的優惠 喜歡吃葡萄的你 就是今天要存貨就對了好不好 然後我開隨機的幫你們大家抽查一下今天貨礦 這是我們蘋果過的喔 我們喜梅一樣 可愛的喜梅一樣 非常認真仔細的在幫你們一袋一袋一串一串的看過 所以你們拿到的都是我們蘋果過的葡萄喔 好不好 來抽查 它的貨礦我個人認為我目前開了兩三箱了 很美 很美 來 好漂亮喔有沒有 果粉都還在上面喔 然後它的果實摸起來不是超級硬脆的那一種 那我就來為大家試吃看看 因為西晶葡萄吃起來聽說也是脆的品種 脆的口感 那我就來試吃啦 到底它是脆的還是軟的呢 我來挑一顆比較黃一點的 這個比較黃 因為任何葡萄都是一樣啦 不管是日本加州還是哪個國家的 只要是綠色的 它放到從綠色的放到變黃色的 它的甜度啊都會再跟上升 每一種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故意挑了一個比較黃的 看它有沒有甜跟脆的口感 聽一下囉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收到音 我告訴你們 它的表皮是脆的 火肉是嫩的 所以它整個吃下去會有爆漿的感覺 它水分非常的多 然後 色香葡萄的香氣嗎 來讓我再仔細的為你們大家試吃一下 很好 我跟你們講 它號稱自己有色香葡萄的香氣就對了 沒有耶 哈哈 它沒有色香葡萄的香氣 但是 但是 它有一絲絲很特別的香氣 那個香氣是很清爽的 但是如果你說要我講說 欸它有色香葡萄的香氣耶 它真的沒有啦 好不好 可是它自己號稱自己有 呵呵呵 你知道你懂嗎 我自己本人 剛剛這樣試吃呢 有一個獨特的香氣 但是它不像色香 再跟大家強調一次 欣欣 你很棒 我們不一定要像色香 好不好 我對它精神狠化一下 你就算自己有自己獨特的香氣 你還是很棒的葡萄啊 不一定要像色香葡萄 對不對 呵呵呵 所以 今天 我要擬人化它 吸金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棒的 好不好 今天吸金葡萄補貨到 然後一樣一上價 這麼久沒有上價 一上價一樣給你們超甜的價格 就是一公 一千克 一公斤 特價299 只能跟大家講 在現在月底的時候 我們認真努力的在幫大家審核包 你們要懂我們的用心喔 好不好 總之現在幾點了 我錄這段已經NG了無數次了 到現在 11點10分上價了 快去搶購吧 掰掰